林浩吃完便摇响机器收毛开船 他要先到另一边通知老罗他们收网 老罗他们的船停在岛北边 两人刚好 也在吃饭 林浩把船靠过去 罗叔 清早的一波怎么样 呵呵还行 拿了有两百来斤左右的小扒皮鱼 经常也有上百斤左右加上昨晚收的 也算是小发了一笔 哟 那是真发财了 罗叔 我打算收网了 收完网早点回家 你们要是不想这么早 我们就只能先走了 那我们一起 可以 你们要收的话 可以迟个一个小时收 我们多进十张网 从这回去还要时间 好 到时一起回 阿浩 我跟你们一起到镇码头去卖成步 在村码头太扎眼了 行啊 那就这么说 两边确定好 林浩再度加大油门 往自己放网的地方驶去 希望还能有好运气 再收个几百斤小八皮鱼就行 林平嘴中嘀咕了一句 而且是在林浩边上嘀咕的 分明是想让他听到 大哥 你是怕老罗他们的收获超过咱吗 被他揭穿心思 林平面上一红 大哥 放心吧 不会比咱多的 咱二十五张网 他们只有二十张 不对又损了几张没补充 只有十七张网了 如果只收一次 他们有可能超过我们 但三张循环 等于说 我们就多了二十四张网 怎么可能比咱多 那可说不准 网多收获又不是绝对的 咱两百枚钩子 比人家一千枚钩子 收获多的时候也大吧 那不正好说明 咱运气好些 况且咱还有几千斤的凤尾鱼呢 还有那伟大红斑 我不信 他们也有 林平叹了口气 我也不是眼红的人 主要咱传四人 他们传才两人 收获比不上就丢脸了 林浩笑了笑 到了下网的地方 林浩让开位置给阿和开 浮标打捞上来 片刻鱼上来 开头还是小八皮鱼 不过一张网络收完 就上来一尾五六斤的金木炉 而且接下来网上中的全是金木炉 而且一个比一个大 卧槽 卡住了 林浩赶忙走到卷阳基边 发现机器后边有一尾大鱼 机器的缝隙太小 大鱼根本过不来 阿浩怎么了 大哥 大鱼卡住了 我天 这得有三十多斤吧 林平嘴上惊呼 又对着阿和喊了一声 王左打点多 偏了 阿晨看着林平抱着的一尾鱼 也瞪大眼 阿平哥 真大 嗯 听说这玩意能长两百多斤 不过我没见过 见过最大的七十多斤 跟头猪似的 大哥 帮忙 卧槽 还有一尾更大的 林平这一尾还没解开 只得丢给阿晨来解 自己又跑到船头帮忙 这次两人拉得都费了很大的劲 卧槽 更大了 这一尾至少有个五六十斤 两尾大鱼相继上船 接下来中的就没有一尾低于十斤的 大家的动作越来越快 鱼大自然不会腻 一片网能中个十条 那可就是一百多斤了 阿平哥 船舱满了 没事 就剩下一片网了 全部收完 林平看了眼船舱 压登就下不去 剩下的不得不直接放在甲板上 真坏了也没办法 回家 老罗他们呢 船来了 走吧 回到码头时六点多 掏出手机 先打给陈东 让他叫几个人来帮忙卸一下火 阿浩 把船靠过去 帮着罗叔一起卸一下吧 船靠到镜前 把船栓一起 四人全部跳到了老罗的船上 不用你们帮忙 我们能行 罗叔快点吧 早点卸完早点卸我们的 那行 等一下我们也帮忙 老罗他们的货比较好卸 大部分的货都是连着筐子一起装进船舱的 一边卸货零号一边磨算着 小八匹鱼量最多 估计有个七八百斤 你猛鱼大概有三百来斤 经常有个两百斤的样子 零零总总加起来 应该能卖个四万块左右 算是大丰收了 东哥 这是我邻居罗叔 今天的鱼也对给你 陈东带着人见零号在帮着他人卸货有些愣神 就到零号和老罗从船上下来 呵呵 我们见过 上次你到阿平家收海参 说我的少莫收 今天这鱼可不少 不好意思罗叔 那次在村里 我收零散货那是跟你们村收购站结仇呢 懂 我过后也反应过来了 今天这货收了没问题吧 你看你这话说的 放心 价格肯定比你在村里的高 扔下来 帮忙抬一下 陈东把几个帮闲的也叫了下来 老罗没有全部卸下来 留了一些拖网的杂货 打算应付村里的收购站 零号让大哥把船套过来 他的目光停在不远处的几人 那几人正在看着老罗刚卸下没来得及装车的货上 似乎在说着什么 东哥 你先去跟罗叔算账 我这边时间可能有点长 等一下 罗叔还要开船回村 这怎么行 你们帮了咱 咱也帮你们卸货 向兵叔 就别客气了 东哥叫了好几个人 你们留这也伸不上手 行吧 听阿后的 罗叔 咱回我小店里过程 罗叔 你烦不烦 外边人看到 还以为我们多生分呢 一听此话 老罗憨笑一声只得跟着陈东走了 接下来轮到自己这边卸货 林婷跟阿陈两人在上面 拔合一个帮钱装框 其余人帮着把鱼台上岸 乖乖 又雇上人了 今天收获不少吧 还成 人是陈老板雇的 要说你们陈老板对你们可真好 也不看他们出海的收获 陈东估计嘴都笑歪了 有金木炉还都是这么大的 多少框了 七八框 回关又是几百斤啊 这货看着多眼馋 后生仔 你们在哪片海域作业呀 其中一妇女一开口 大家的目光都起起看向了林浩 林浩笑着手在大海的方向滑拉了一下 不固定 天天换地方 反正只要是海面 船能到 我们都会去 你这后生仔仔一点不老实 不想说就不说 误弄人干啥 笑话 人家的发财地凭什么要告诉你 你就不该问 林浩还没开口 刚好一个帮贤台鱼上来 对了一句 林浩含笑看了一眼说话的人 嗯 不错 等一下可以给个红包 阿浩 你们砸补了那么多凤尾鱼 和金木炉 又一次送货过来 老罗的账也算完了 看到林浩一烫烫的送货便问道 林浩也不隐瞒 便将夜间碰到鱼群的事给说了 把货卸了之后 林浩骑着三门车 带着陈东和老罗两兄弟一起来到了码头 隔着老远 就看到自家卸鱼的地方又围了不少的人 林浩好不容易把车骑了进去 发现林平也下来了 正跟阿诚目光不善地盯着之前自己看到的那三个人 怎么了 亮仔 你走运了 五条先生看中了你这尾狮鱼 你开个价吧 林浩笑了笑 买卖上门自然是好事 他凑到陈东耳边问道 东哥 黄条是这么大的 多少钱一斤 不清楚 这鲍鱼应该能到一百块一斤 这鲍鱼最多八十斤 这么算来顶贴了八九千块的样子 不等林平开口 陈东再度低声补充 阿豪 开高点 他们最喜欢这种鱼刺身 一口价十万 多少 旁边的陈东也瞪大双眼 兄弟 我让你开高点 没让你开这么高啊 十万 不二价 要买就买 不买就让开 没看我正忙着 你耍我是吧 你知不知道五条先生是谁 管我什么事 你可别吓我 我就是一个小渔民来着 对了 这条鱼原本是二饼先生定下的 人家给的就是十万 我都私自做主 打算让给你了 你不要算了 男青年愣了愣 随即面上更黑 马的 你打麻将呢 还二饼先生 大哥 别站着 抬上车 见他们要动手 那个叫五条的又在耳边说了几句 好像是在训男青年 林浩心中暗暗自我安慰着 十多亿人口 偶尔有一两个不大人的也正常 万这两万块 别愣着 继续抬啊 还有这么多鱼呢 接着谢啊 哦 十万 我不卖了 看你那生气的样子 我又没有逼你买 你又耍我 林浩直接呵呵了两声 他不想惹事 好 你说怎么样才能把货卖给我 简单 你像在场的所有人承认 你是心甘情愿买的 而且自愿掏的十万块 大家都给我做个正好吧 众人大笑 自有不嫌是大的道 对 我们可以作证 你不想卖 是他们硬要买的 你是做好事来着 我可以作证 你是看在他这么有诚意的份上 硬让给他们的 好 我承认是我心甘情愿花十万块买的这尾鱼 这样总行了吧 掏钱 林浩自然不会跟钱过不去 有冤大头上门 文浩一把是一把 男青年当即就拿出十打 林浩接过钱 愿真看了眼 确定钱没问题 才对着大哥跟阿诚道 把鱼抬一边 这条鱼卖了 其他装车 男青年叫人把鱼帮忙搬到车上 就开车离开了 好 不怕有后患 怕呀 但我更怕穷 放心吧 东哥 没事的 他们说出去 丢的是他们自己的面子 别管这些 先把货都卸了 这一耽误 直到天色入黑货才卸完 回到收购站 陈叔已经点了几碗面 先吃点点点 四人也不客气 一人抱一碗三两下就吃了 凤尾鱼和上次杀丁女一样 陈东直接叫的车来拉 等他们其他鱼撑完 车响闭也就到了 直接用地棒过重量 看到那尾红斑和大三刀时 嘴都咧的合不上 你这运气 则则 不说红斑和大三刀 就这些小八皮鱼和金木炉就值大钱了 哟 这几十金大石酒工也很亮啊 东哥 金木炉啥价格 边说还边拿袋子装鱼 忙了两天 总得留一点自己吃的 这个鱼就两个规格 十斤以下和十一斤以上 十斤以下算十八块 十斤以上给你按二十五块吧 小八皮鱼 一千四百七十六斤 给你按四十块吧 金木炉 十斤以上的三百二十五斤 十斤以下的二百七十一斤 尼蒙鱼四百零二斤 给你开的价格是十三块一斤 十九公还有五十三斤 也按四十一斤 真雕 黄雕 黑雕之类杂鱼加一起 也有个近三百斤 大三刀 八斤三两 陈冬直接给了一百五十块一斤 而那尾大红斑 更是达到了二十二斤六两 开的价格是八百八十块一斤 纵尾鱼七千一百二十八斤 直接十块零八毛一斤 刚撑完这些 车也来了 纵尾鱼七万六千九百八十块 小八皮鱼五万九千零四十 金木炉一万三千 柠檬五千二百二十 红斑一万九千八百八十 加上大三刀 十九弓和一些杂鱼 今天总共卖了十八万零三百五十块 钱点完之后 林浩直接点出五千块给了阿陈 八号哥 去掉成本 我应该拿一千八百块左右 这太多了 怎么 码头卖的十万美你分 拿着吧 剩下的算是你拉上那位大红班的奖励 给你撞了一袋子鱼 等一下记得戴上 陈冬没让他走 而是拿出老罗的单子 让林浩看一眼 林浩明白 陈冬拿给他看并不是想证明什么 只是告诉他老罗的价格 让他回去别说漏嘴了 这个价格比你们村收购站收的肯定还要高 但高不了多少 行 我知道了 东哥 阿和背着包 拎着一些杂鱼 三人往家赶 家门口 林浩他们几人出海 大家的心就没有安稳过 但又有什么办法 靠海吃海 看到三轮车远远过来 几人的面上也露出了笑容 向武已经回来了 还刻意从门口打了个招呼 说你们补的鱼多可能还要一会 向武就是老罗 是个有心的 先都洗洗换身衣服 然后再吃 三人身上的味道有些冲 汗嗖味 鱼腥味 五味杂陈 先把账算了 等一下阿和回去 就不用再来了 林浩三人刚坐下 三杯热茶就已经端在了他们面前 出海辛苦 也就这个时候才能感觉到有个家事真好 当林浩将包的钱一捆捆地拿出来 几人的嘴都张成了O型 这得有二十多万呢 你们补到了啥 林安国渐渐也有些麻木了 不像之前每次看小儿子算账时 情绪都会有大波动 林叔 我们碰到了小八皮鱼 还有金木炉 阿晨还拉了一条二十多斤重的红斑 还有还有 阿和小嘴巴巴地说着 连在码头上的事也没落下 一股脑地说了 那老罗他们也赚大钱了吧 我看他们在村码头也就卖了一千多块啊 老罗在镇上 书购占卖了四万四千多 他们这两天也没少赚 林浩看过老罗的单子 自然知道总金额 老罗可跟着咱家赚大了 也是好事 你们跑得远 向武的传门在一起 你们也好有个照应 老太太看得开 没有羡慕法认为是好事 先算账吧 总收入二十八万零三百五十块 扣到油费冰块 啥的成本开支一千一百块左右 还有阿晨的五千块奖励 剩下二十七万五千三百五十 两成就是五万五千零七十 林浩分完了钱 借阿和将钱递给老太太起身要走 他又叮嘱道 明天五点半不用太早 还有老婆问咱卖了多少钱 你 我不知道 让他问你就行了 行吧 咱一起回去 阿浩漫步来到了老猪的小卖部 阿浩 刚结构的厂商已经联系好了 后天是好日子 可以施工 他刚进来 老猪就汇报了进度 嗯 你和老六商量着来 这两天村里有啥情况 林阳出院了 这两天一直在吵 结果呢 不清楚 对了 还有你那个堂哥 到处宣扬你的车室租的 说只能开两年 还有他弟弟 也就是二鹏今天也回来了 听说要买老谷家的船 老谷家要卖船 他家老大跑了 老二一个人支不起来 而且名声在村里也烂大街了 听说要出去找工作 所以谷家要把船卖了 你有没有想法 林浩连连聊头 这一家我是不会再站了 随他们吧 聊了几句 林浩便回了家 明天一早还要出海 刚到家门口就碰到了老罗 阿浩明天还去吗 罗叔 后天要变天 就一天跑太远就不划算了 而且天天去也不定有余 我想着明天就进一点作业了 那我明天也不去了 就在附近作业吧 对了 你小爬皮鱼 卖了多少钱一斤 三十五块五 你呢 三十五块 你毕竟是老客 收购占多给五毛也正常 你猜我带回村里的一点卖了多少 老罗暗松一口气 心里总算是踏实了 多少 三十二块 则则 村里收购占的心都黑了 以后有大货 还得去镇上卖 几百斤 能多卖一千多呢 回到家 林浩打开保险柜 想了想把自己老子也叫了进来 保险柜要是我给你一把 密码是我生日 你该记得吧 明天你要是没事 帮我把钱存了 卡我装着呢 保险柜里有存折 你用存着存 记得留个一两万块 有失应急 林安国接过钥匙 看了眼保险柜里满当当的钞票 面上毫无波澜 点点头算是同意了 你要用钱自己拿 不用了 上次在省城你给的钱 我还有不少 不缺钱 马上也该有工资了 老子还没到要你养的时候 说完 双手一倍哼着小曲再度回了大哥家 林浩找好衣服好好地洗了个澡 这才又回到大哥家吃晚饭 林浩骑上三轮车来到镇上 刚将鱼网之类的装上船 居然看到了久违的乾坤 他的船上还都是熟面孔 叶总几人都在 八号 叶总当先向他招手 叶总好 你们今天又出海钓鱼 林浩上前 掏出烟正打算散 叶总摆摆手 掏出自己的烟 给他打了一只 你说你又不是抽 就不能对自己好一点 哈哈 叶总 我听人说 男人有时要对自己狠一点 你这说的不对 哈哈 你的才不对 男人就该对自己好一点 不耽误你出海了 到年底了 改天让老钱组织一下 我们一起吃个饭 你小子对我脾气 行啊 随叫随到 提前说 看我能不能不两条好鱼 大家一起尝尝先 行 反正接下来几天都没好天气 我看定哪天 钱总在旁边笑着把事给定下来 成 我就等着钱总的电话 带张嘴去 众人见他说的有趣 全部大笑起来 林浩回到自家的船上 林平已经遥想机器在等着了 知道那些都是大老板 所以自己弟弟去打招呼 他是不会催的 阿浩 今天去哪边 大哥 今天阎神钓不放了 其实多出的功夫 咱几人钓鱼也一个样 而且还得收地龙 行吧 那放老地方 嗯 确定好地方 就赶去放网 昨天捕那尾大金木炉又一片网坏了 今天只剩下24片网 在龙虾岛和熔洞岛边上各放了一半 放完之后 四人开始钓鱼 没一会零号干尖就有动静 又 是子鱼 忘了 马上东去 也到了子鱼最肥的时候 林平一边说一边学着上次赵琴那样 把三根手撕全扔下了水 大哥不是说一斤子五斤草吗 这怎么这么小 子鱼是很多种鱼的统称 你说的那种就是纸乌头 咱这边说的子鱼就是这种小个的 台湾那边叫豆子鱼 比大乌头好吃 接着林平又说急 什么东姿下炉 一年有两个季节的子鱼最肥 也是价格最高的时候 一是冬至前后 一是清明前后 现在不仅它上鱼 旁边阿河跟阿陈也都是上的这玩意 这玩意也是成群的 估计底下都是 可惜不服上来 不然抛几网 我估计这两天的价格能卖到十七八块 大哥 换地方吧 这鱼太小了 林浩钓着不起劲 就像是淡水钓石 你想钓鲫鱼 老是有白条闹窝 那种感觉是一样一样的 在钓会 我钩子好不容易全下喊 又钓了一会 林平倒是开张了 而且是手忙脚乱的那种 这下更不舍得走了 林浩嫌尚儿有些麻烦 他索性空钩扔下去 钩子到底也不管有没有鱼吃 他就收线 神奇的是 两个钩子都没空 一个挂鱼肚子 一个挂在尾部 哈哈 大哥 我发现了一种新钓法 在三人的注视下 他又操作了一次 结果下一颗钩子收上来 还是中鱼 半个小时 二三两一尾的鱼 三人愣是钓了有三十来斤 林浩又烦了 他还是想换点钓大鱼 别折腾了 你确定换一个点 你就肯定能钓到大鱼 当然能 哼 我能告诉你 我是有童子的人吗 我能告诉你 今天筒子搭上了55点的幸运值吗 突然他心思一动 把筒中的耳料倒出一部分 然后手持两把刀 开始做 干啥 你要包饺子 林浩不搭理他 对着阿和道 把线收上来 去拿抛网 等到阿和把抛网拿过来 林浩的耳料也夺好了 他将耳料抛入水面 拿过抛网 向着投入耳料的去 欲抛洒出去 林浩也明白他的想法 也在看着他的方法 能不能奏效 下一刻当网拉上来 阿和惊呼 哥 你真聪明 真管用 还不少 林浩哈哈大笑 那你还站着干啥 多耳料啊 林浩先用物化的耳料又鱼 接着再抛网 其实跟笼子捕鱼虾的原理是一样的 第一网上来就有40斤的样子 比他们三人这么久掉的还要多 大哥 网烧下沉点再烧 我知道 阿和 耳料准备好了没 好了 阿和跟阿陈两人捧着耳料就要抛 尽量撒开一点 别一坨扔下去了 这样直接沉底没效果 会往上来后发现 以上一往还要多 大概五六十斤的样子 不过好久不长 加一起捕了只有四五百斤的样子 没了 换个地方钓鱼吧 船刚启动 林浩三人还在捡甲板上的鱼 下一刻一阵艰细的叫声响起 听到叫声 船上除了阿陈 全都兴奋的潮声音处张望 果然 远处胡子军团正在方块地游动着 紧接着又是一阵响亮的叫声 大哥 快快开船过去 林平打舵加油门 就往胡子的方向游驶去 阿和则拉着阿陈道 那我跟你说的胡子 这下总该信了吧 特别好玩 很听我哥的话 这次不是一只银向船只 而是两只 一大一小 两只胡子这次靠得都很近 大胡子已经投浮现水面 开始摇头晃脑 发出音音的叫声 别怕 他们不会攻击我们 随着靠近 才真切地感受到胡子有多大 阿陈的面上也有些发白 阿和笑着拍了拍他的肩头 胡子 这段时间过得好吗 向胡子摆手 像是和一段时间未见的老友打着招呼 哈哈 干得不错 不听话 就赏他一个大鼻咚 阿浩 我开船 等一下 他靠得很慢 就是怕撞上了 我看看 好像是背部受了伤 林浩看着胡子故意露出的背棋 发现背棋下步一点 好像多了一个窗口 不大 而且还在往外渗息 别动 千万别动 即便胡子靠得再近 林浩还是摸不到他的背棋 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然后直接翻过船舰跳入海中 阿浩 快上来 太危险了 船上三人见他下水 各个大惊不已 都在船上待着 没事 他不会伤我 林浩探头说了一声 他的手已经摸到了胡子的身上 林浩吃力地爬到了胡子的背上 扶着背棋 林浩的手在窗口上了轻轻浮动 窗口外表大概有拳头大小 而且可以看得出很深 这一次感受得更真切 系统面板上 永久幸运值在疯狂地下降 一直降了800点才停下 而胡子的伤口 虽然没有明显的结痂表现 但鞋已经止住了 他这才在胡子的背上轻拍了拍 好了 应该马上就能愈合 下次小心点 等哪次让我碰到监狱 我帮你报仇 林浩说完 也不管胡子听不听得懂 下一刻 翻下水 他游到了船上 阿诚伸出手 把他拉上了船 你不要命了 林浩大吼了一声 这是他真正意义的第一次冲林浩发呼 没事 他智商再高还是会伤人的 你 你 你下次不准干这种没脑子的事 行 听你吧 林浩也知道 自己刚刚跳下海 估计大堆的心都提到了喉咙眼了 回头看到小胡子已经回了族群 大胡子再度和船只拉开了一点距离 看出头阴阴地叫着 好了 今天的互动到此为止 为了你我还被熏了一顿 去玩吧 我们也要捕鱼了 挥了挥手 胡子的大头左右摇了摇 然后这才潜入水中 再次出现时 已经在几十米之外了 没一会船停到了溶洞附近 今天时间不改 所以把船停好 四人一起吃的饭 饭后 林浩没急着钓鱼 而是躺着 把肚皮掀开 学着乌龟 晒晒太阳 听说这样能长寿 林浩咋看咋不顺眼 不过也懒得管了 说了又不听 听了又不改 改了还是再犯 现在还有老爹护着 心累 大哥 要不收网早点回去吧 林浩看了一眼时间 也才一点半 再等会吧 是不是太早了 差不多了 收完网还要收地龙 还指不定搞到什么时候呢 那也行 我来开船 林浩便起身 遥想发动机 转舵往南开 林浩再度听到了奸细的叫声 然后就见胡子疯狂地追着什么 接着就围了一个老大的圈 按说这样会很费体力 除非他们不想让敌人近身 但又想捕视对方 阿浩 胡子好像是在围捕于群 林平也看到了 顿时一脸喜色 难道又被投喂了 倒是林浩的面上带着慎重 他在犹豫着要不要过去 恰在此时 在四人震惊的目光中 就见一个足有两三米的巨物 居然被胡子给拍出了水面 随即又重重地砸下了 大哥 开过去 胡子赢了 胡子好像也看到了他们的船 开始发出欢快的叫声 似乎是在召唤他们过去 到了边上 大胡子的叫声突然急促起来 好像是在预警 卧槽 快躲进船舱 林浩似乎想明白什么 一边跑一边叫着 阿晨还没明白咋回事 阿和一把拖着他就快速往船舱里跑 阿晨正想问怎么回事 下一刻双眼瞪大 嘴也张成了O形 探到一尾一两百斤重的鱼 突然自海面飞起 然后重重地砸在了刚刚他站立的甲板上 好了 这次还不错 胡子还提前通知了 林浩大笑着探出头 确定没危险 这才走上甲板 他没有急着看鱼 而是来到船头 对着胡子摆了摆手 几个胡子再度摆成一排 摇头阴阴地叫着 阿晨看到这一幕再度傻了 阿和 这些虎精是阿晴哥养的 不是 眼生的 不知道为什么 就特别喜欢我哥 第一次碰到 就很好玩 可惜 除了我哥 别人没东西 他们不吃 狮子要减软地捏 你们不能老肯硬骨头知道吧 好了 去玩吧 胡子阴阴叫了几声 下一刻琪琪潜入水中 再度冒头时已经拉得很远 每一只都发出了欢快的叫声 似乎是在向老朋友道别 阿浩 这虎子真有劲 这么大的一条鱼硬是拍了上来 估计有个150斤吧 大哥 至于值钱吗 不止 我估计有180斤左右 这是其余 价格应该会贵一些 具体值多少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肯定不便宜 阿浩哥 我也想和虎子玩 刚开始是害怕 但看到林浩和虎子的互动 可把他羡慕坏了 我也没办法呀 他们连阿和也不让靠近 下次我看 能不能和他们商量一下 来 大把手 把鱼入库 将鱼抬进船舱 林平面上带笑地跳到驾驶台 它是真高性 胡子就像是他们的福将 每次都有不错的收获 大哥 一般这样的鱼怎么能钓得到 这是潜水层略食性鱼类 而且攻击性很强 一般都是脱掉或者浮层岩绳掉 你就别想了 小的还好 大的咱怕都有危险 林浩微微点头 看着自己组装的鱼竿 线是系统的肯定没问题 但线圈里只有百米的线 不行 回去就从系统买一把鱼竿 花三千功勋值就花了 也要奢侈一把 船来到了熔洞岛附近 这里有十二张网 总长近一公里 收获了大概有八十多斤的鱼货 多以雕类为主 接着到龙虾岛 刚挑上来的网头 就是金黄的一片 几人惊呼以为碰到了大黄鱼群 卧槽 大黄鱼群 不是 好像是小黄鱼 待看仔细以后 林浩郁闷地说了一声 不过转瞬间又再度惊呼 卧槽 这小黄鱼 怎么都这么大个头 林平也细看了一眼 先是郁闷 后又露出喜色道 这么大的小黄鱼 应该也能卖个好价钱了 大哥 干活 只要是鱼群 就是好事 对对 大黄鱼群 现在咱这也很难碰着了 有小黄鱼也不错 如同昨天的小八批鱼一样 网已经垫成了串 林浩网拉得很慢 这回船游门已经完全放开了 停着惯性往前开 阿和也跳到甲板帮着解鱼 今天有400斤左右的资鱼 小黄鱼的重量也有400斤左右 再就是其他的杂鱼之类 全部收完也才5点左右 6点不到他们就到了码头 阿和跟阿诚两人开始卸货 林浩来到收购站把三轮车给骑到码头 后生仔 今天又有啥好货 对啊 你们船每天都有好货 今天又有什么 让我们也结一点回去 各位 今天收入很一般 麻烦大家嚷嚷 我们先把货卸下来 林浩跟码头上的人打着哈哈 马的 都快成码头名人了 只要看到是他们的船 不管是不是鱼贩子 都会凑过来看热闹 莫曹 还说没好货 这是碰到大黄鱼群了吧 你什么眼神 大黄鱼和小黄鱼都不认识 哇的娘 这么大的小黄鱼 个头确实大 刚补上来的 这要是搞两尾清蒸一下 肯定不错 要买去鲜龙水产 人家的船是收购站的 不在码头林漫 小黄鱼最经典的吃法自然是油炸 但如果是个头大 而且新鲜的话 清蒸才是真正的一角 后生仔 这一筐我要了 后生仔 卖几条回家吃一餐 这么大的小黄鱼可难碰着 林浩根本不开口 因为自有看热闹的人帮他解释 说他这是鲜龙水产的船 接着是活鱼舱的货 因为用大桶抬上来的 大家看的也不清楚 现然后谢的是资鱼 看到这些 一部分时刻再度忍不住凑近了来看 嗯 还有几天冬至 资鱼真的肥了 后生仔 你这鱼的个头感觉是挑过的 咋都是大资鱼 这品质没得说 有大有新鲜 就不知道陈东那小子卖多少钱一斤 先去订五斤再说 看着议论的众人并没有散开的打算 他挠了挠头的 大哥 抬上来吧 当那一尾骑鱼刚抬下甲板时 眼尖的人已经惊呼出口 应付完众人 他骑着三轮车快速离开 赶往收购站 陈东还在前边收他人传的火 我天啊 这么大的骑鱼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 叔 我们可不敢动他 这是他被虎精拍到我们船上的 说林浩说完 陈父摇了摇头 出海多年什么稀奇古怪的也见过 还是首次听说 虎精不时给渔船送礼的 这是第二回了吧 第一回是伟大魔鬼鱼 卧槽 这玩意你们的小渔船都能搞上来 陈东走进来 只一眼顿时震惊住了 听说又是胡子送的 陈东都妈了 怎么什么好事都让林浩碰着了 东哥 我哥还爬到虎子的背上 给他处理伤口 我们都吓傻了 你胆子也太大了 以后别干这样冒险的事 知道了叔 林浩笑着答应 扭头又问陈东 东哥 这鲍鱼什么行情 不急 先把货撑了 等一下我打几个电话问问 肯定便宜不了 这玩意要不是那种专门的岩绳吊船 很难捕到 稀罕着呢 说完 又看到了小黄鱼 再度惊呼 我还以为是大黄鱼呢 原来是小黄鱼 咋这么大的个头 怪不得刚刚他在前面算账 好几人来订小黄鱼 随即又看到了资鱼 他面上笑容更甚 林浩留下过程 阿陈骑着三轮车去了码头 小黄鱼总共473斤 单价开的是32块 资鱼重量是418斤 每斤25块 你干啥 陈东见林浩挑了两尾大老虎鱼和七八只龙虾 你要留着吃就别挑大的 大小口感差不多 大的好卖 林浩翻了个白眼 这些鱼不容易死 你帮我养着 过两天要招待人 陈东也不好再说什么 接着撑那些杂鱼 七七八八也有个一百多斤 最后的重头戏自然是那尾骑鱼 两人费了老劲才抬到秤上 94公斤 什么价 别急 陈东说着掏出手机 连打了好几个电话 挂了电话道 最高价开到200块一斤 我抽10个点 给你180块 这么高 这玩意难不 一般都得冒着危险 而且本身口感就很不错 听到口感不错 赵琴抬手摸了摸下巴 陈东没好气到 算了吧 这么大 你吃得完吗 不带我腌咸鱼啊 行 你要不别卖了 扛回去腌咸鱼吧 我就开个玩笑 你咋还当真了呢 快点算账 回家干饭 陈东轻哼一声 就知道这小子设不得 小黄鱼卖了15130块 资鱼10450块 那一尾骑鱼 居然有33840块 再加上七七八八的杂货 今天没咋折腾 也有62500块 算了账之后 零号抽出650块 给了阿诚 自己留的货不管怎么样 也得算钱的 今天忙完早 没有急着回家 几人又来到了楼上喝茶 东哥 那尾骑鱼谁定了 记得买你黄唇鱼的是谁吧 我听说叫月老是吧 做进出口贸易的 这也太有钱了 对了 我还接到月老儿子来的电话 说月帝家里好像要办什么事 要一尾月亮鱼都打个招呼 说水补到就送过去 绝对高价 月亮鱼是啥鱼 我你大哥 不对啊东哥 海鲜不都是要吃新鲜的吗 月亮鱼好像代表着好运 幸福啥的 反正有钱人讲究这些 所以象征意义更大 况且直接激动 到时再吃口感也差不了太大 零号又看向大哥 林平组织了一下语言 好半天才到 你自己回去查电脑 那玩意不好形容 聊了一会 陈傅下楼叫他们晚上在家吃饭 几人这才起身要走 吃完饭 零号回到家洗完澡 抱着手机和陈雪聊天 这几天也不用出海 当即决定 明天就去看陈雪 爹 我明天出去一趟 去哪 零号不好意思说去找陈雪 随便说了一句 我打算去趟省城 有点失败 要我陪你一起 老林还以为他又想起花钱买了那条河段的事 打算去考察一下 没 不用你跟着 我自己去就行 那你去干啥 行了 不是去省城 接下来两天不出海 我想去下室看看你未来的媳妇 嗨 去看阿雪就说去看阿雪 说什么去省城 搞得我都紧 我以为我要跟着一起呢 我知道了 没事睡觉吧 哦 零号也没发现自己老子的异常 主要还是没往何段那个方面去想 在下室跟陈雪玩了两天 因为乾坤来的电话 陈雪有些懊恼 因为他知道后天就是零号的生日 但知道他有正事 自然也不好再挽留 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生日礼物 是一根皮带 你怎么知道我生日的 我告诉你 他其实一直和夏荣有联系 所以对于零号哪天出海 几乎算是了如指掌 零号笑了笑 在他的头上轻拍一下道 进去吧 我也该走了 嗯 路上开慢点 晚上吃饭不用赶时间 好 看着陈雪进入学校 零号这才钻入车里打着火往家赶 乾坤说就饭局安排在镇上 所以零号直接回家就行 不过他还是从县里走了一趟 拿一下自己的营业执照 回到家后 林安国正在试衣服 爹 这衣服不错 哪来的 昨天你嫂子和老太太去了市里 帮我带了两件衣服 阿浩 帮我看看 这衣服昨样 嫂子这是下血本了呀 这两套衣服可不便宜 很贵 两套加一起 给值个一两千了吧 还行 爸 这华为Mate60 Pro你先拿着 这华为手机太贵了 不能要 爸 没事 我这还有苹果15 Pro Max 都是我玩左下角游戏领的 没花钱 哦 你做手机批发的呀 不是啊 放心吧 是我左下角新年福利 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 同时为了支持国货 还加码了5000台 顶配华为Mate60 Pro和华为Mate X5 都是官方只有保证品 而且速度也快 哎呀 你爸我都多大岁数了 弄不来了 一点都不难 你就点击我左下角链接下载 三五秒下号选上阵容 修神修魔一念之间 神魔战场多人在线 PVP 大战一触即发 苹果华为轻松到手 行 我也去试试 听到这个价格 林安国微微点头 似乎在表达 这衣服勉强能配上自己的身份 林浩笑了笑没吭声 林浩等到差不多三点 才开车到了镇上 林浩和乾坤都不算是生意场上的 所以大家没聊生意 都是围绕着出海的话题 我朋友的钓鱼船回来休整 过两天要再出去 我打算跟着去玩几天 有没有一起的 刘总 去几天 这次带人出去 好像是六天午夜 两千亿张票 行 那算我一个 叶总看了一眼林浩 有打算没 我要补 阿浩 咱一起去玩几天 深海船你还没玩过吧 而且运气好的话 未必就不能赚钱 林浩有些心动 但一想到五六天时间又有些犹豫 见此 叶总笑着道 行 算上我跟阿浩 阿浩的票钱我出了 叶总一锤定音 林浩也真想去看看 便也没再推辞 今年的订单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算账盘点 场子运营 我再不再一个鸟样 有啥忙的 最终刘总也不想落单 便同意到时一起 回到村里 在大哥家吃过午饭 林平还在那吐槽着天气还没转好 大哥 预报说 后天能出海吧 嗯 但愿这次的好天气 能维持的时间长一点 到时可以多去两次淡水等 林浩有些不好意思 但想着已经答应叶总 而且船票还不用自己付 便道 大哥 我后天要跟船去深海 想提前感受一下 船票很贵吧 船票有人帮我出 但我这次要去五楼天 咱船上就只有三个人了 到时 没事 我们三人也忙得过来 阿浩 这左下角确认挺快 这就发货了 这可是新年加速链接 当然快了 他本以为大哥会说他瞎折腾 没成想这次如此痛快 那这样吧 我就不算请假了 我在深海钓的鱼 也按份子来分 你在深海钓的就是你的 要分什么 我这次出去一趟得好几天 只是扣一百块一天的出勤不好 我出远海 行了 你出钱五百块一天 故老子帮你顶岗 林浩一饿 差点忘了 自己还有老子 老子也是个老渔民来着 林平面上大喜 在他看来老子比弟弟靠谱多了 而且经验也丰富 爹 你腿行吗 早就好了 爹 咱亲父子民算账 我给你一千块一天 你帮我顶几天 五百就够了 不能虚抬行情 爹 你这笑话 一点也不好笑 解决完自家传的人手问题 林浩心中彻底轻松 林浩跑回了老宅 打开系统 他就打算买一根鱼竿 结果系统跳出提示 让他选择具体的鱼竿 三套只要七千功勋值 系统现在的功勋值 有一万四千七百多点 买了以后还有近七千多 点击确定 床上便多了一个箱子 你买的 林安国进门探头看了一眼 别人送的 林安国走进来 看了一眼东西 这个不便宜吧 怕不要一两千块 差不多吧 好几天没出海 他也好几天没看系统的幸运值了 打开一看 今天一般般 只有三十五点 提着行李箱和自己的胯包 到了大哥家门前 先将东西放车上 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去旅游呢 差不多 我也纯粹就是想去玩玩 当然能赚一点更好 平平安安 大吉大利 夏荣又拿出 不知什么时候请的福地给他 放在身上 保平安的 谢谢嫂子 林昊开着车 来到了镇上 将自己的东西 放进乾坤的车里 两人开着车正式出发 一般深海调 每年三至九月份居多 想冬季很少 我也是第一次冬季过去 还是天气的原因 对 天气一方面 其二就是渔情 天气越暖 渔情越好 这是必然的 不过也不绝对 两人边走边聊 乾坤也给他讲起之前 跟着出去几次的经验 到时咱几人的钓位 尽量安排在一起 这样相互有歌照应 不然万一缠线跑鱼 很容易发生纠纷的 我啥也不懂 就听你的了 别想太多 跟你在船上钓鱼差不多 你就是离海面稍高些 钓的鱼大一些 钱总 你钓过最大的是啥 七十多斤的牛岗 我跟你说那玩意才带劲呢 杆子都弯得不成样子了 约定的是十点 两人九点半就到了 一起来到码头 乾坤一直远处的一艘大船道 看到吧 就是哪艘 靠不了岸 哼 这边码头深度不够 等一下我们坐小船上去 离得有些远 周边也没有啥餐照物 零号一时之间也预估不出有多大 但他心中还是蛮激动的 走吧 估计要集合了 这是你的 拿着吧 一个戴着红帽子的人 拿着手持喇叭 站到众人的面前 操着别角的普通话道 欢迎各位 我是这次大家在船上的负责人 大家叫我老猫就行 希望大家这一趟能玩得开心 吊得开心 人人都发财 老猫说了大概有五六分钟的注意事项 接着又开始介绍起这次远行的船只 长45米 宽7.2米 共有30个吊位 51个床铺 等一下 大家的床铺和吊位全部采用抽签的形式 如果相熟的人想在一起 大家可以自行协调换一下位置 零号突然有一种跟着旅行团旅游的感觉 阿浩 你多少号 19号 我20号 我俩的铺位和吊位肯定在一起了 这个牌子就是吊位和床铺位 对啊 不然给你个牌子干啥 老猫也开始喊人 让大家去码头 上了大船 几人没急着进船舱 他们这一船相熟的五人之外 还有一个非非的年轻人 我叫阿旺 零号 叫我阿浩就好 我在江西读大学 马上毕业 我可能要回老家 哪边没有海 就想在回老家之前看看大海 那就索性看得撤 底线 跟着船到深海看看 阿旺的普通话说的挺不错 听他说的有趣 大家揭露出善意的笑容 走吧 先进去收拾了一下 到第一个吊点 要开14个小时 要到夜里了 差不多11点钟的时候 老猫的声音在门口响起 马上到第一个吊点 我们先吊池仔 大家准备好路压干就行了 大家起床 各自准备自己的鱼 池仔学名栏原生 是一种暖水性中上层水域鱼类 白天时 它们会集群上浮 如果在海上看到 会发现海面呈现青黑色的一片 晚上它们还会有很强的趋光性 又要虾饼的美 我们这两块 夜总招手 老猫便送了两块过来 随后便记下夜总的手牌号 这个不是免费的 两块就够了 咱分一下 吊池仔沟上是不用挂耳料的 但由于需要 池子鱼趋光 再把虾砖捏碎抛撒下去 没一会 海面上就会满满的一层 这时候只要将钩子 放到一定的水层 然后抽动鱼竿 实在会把钩子 当成是活动的鱼虾 自己咬上空钩 哇 这鱼真笨 空钩它都咬 林浩侧头看了一眼它的 它用的是五钩钓组 这一钙上来了三尾 几乎都在半斤以上 个别大的都快有一斤了 阿浩 我这钙满钩哈哈 像我们老家熏的腊鱼一样 林浩还没下钙 它正在拍照 给阿旺拍了两张 接着便是钱总和叶总等人都各自拍了 钓啊 我发现你拍照的影头比钓鱼还大 钱总 帮我也拍两张 等一下 我先下钙 林浩将相机递给乾坤 开始下钩 将线收上来 四个钩子全挂了鱼 他提着钩串对着乾坤 对方很是无语的举起相机 帮他拍了一张 行了 先钓吧 倒别使耳料不够了 钓了十多干 林浩感觉自己的耳鱼足够了 这要是全用完了 得钓多少鲸鱼啊 八号 这鱼好吃吗 阿望又扯了上来一滴六鱼 一边解鱼一边问道 还行吧 做咸鱼干煎出来很不错 不知道熏出来好不好吃 卧槽 阿号 我看了好几干 为啥你钓的齿仔都比我们的大一些 不知道啊 可能我的钩子更大些 扯吧 我用的也是五号钩 你要嫌你的小 倒是用我的耳就行 林浩说着 又抛下一干 抽了几下后 他果断收线 结果当鱼快要出水时 手上的力度猛的增加 下一刻线轮疯狂的出现 阿号 你泻力太松了 乾坤听到刷刷的泻力声 提醒了一句 下一刻扭头 看到林浩干住的弧度 愣了愣惊叫道 卧槽 不是齿仔 你中的是什么 不知道 还挺有力气的 乾坤心中暗叹 他觉得林浩这位鱼估计是起不来 毕竟是用钓齿仔的线子 估计拉不上来 这小伙子说幸运也挺幸运的 说倒霉也够倒霉的 居然在钓尔鱼时中了祸 可惜了 又损失一组串钩钓钓组 新手吧 还真失望啊 没用 线太细钩太小 上不来的 这边的动静 很快就引起周边人的注意 大家纷纷议论了起来 阿号 加油 把鱼搞起来 对 给这套行程扣个处 哈哈 要换手就说 这玩意一个人不一定对付得了 林浩开启了真正与大鱼搏斗的过程 他开始收线 钩尾顶在腰带的位置 用力的扬钩 钩钩与身体垂直时 再度快速下沉 下沉的同时疯狂收线 阿望 把你的线组收上来 不然等一下线搅到一起就麻烦了 哦好的 哟 量仔好运气 要吃仔也能中大祸 加油 老猫不知从哪里也冒了出来 手中还拿着一个长长的钩子 打算鱼一旦出水面 就将其勾上甲板 林浩没应声 凭着有线的经验 他得出结论 不愧是太有价值的鱼 不是鬼面刀就是海狼 有希望 到现在没脱钩切线 应该有机会能上来了 终于灯光所及的位置 一尾大鱼猛地跃出水面 跳起老高 然后又再度砸入口中 阿号 收线的速度加快点 鱼洗塞了 是鬼头刀 我天啊 怕布有两米多长了吧 这鱼的力气可不小 那小伙子钓个鱼用几号的线组啊 泽泽 运气真好 随着鱼这一洗塞 大家也看到了是鬼头刀 林浩同样看到 与之前的玉器一样 刚看到鱼 老猫眼疾手快将钩子探到水面 猛的一提 便将鱼给钩住了 我天 真上来了 这小子运气真好 这就破贵了 妈的 刚刚觉得耳鱼够了 换线组再来 看我也搞上了一条 等到把钩子取下 老猫大喊了一声 恭喜九号老板拔得头筹 老猫将一个挂着九号标牌的杂带 拴在了鱼尾部分 接着便是给鱼放血 然后入库 这些事就不需要林浩操心了 还接着钓吗 不钓了 今天夜里没项目了 估计天微亮时 能到达真正的第一个钓点 钓什么 值钱货 石斑 刚刚入睡没多久 就听到老猫的声音响起 底钓石斑的点到了 半潮 能钓五个小时 要钓的人带着船杆 不想钓的请接着休息 林浩一咕噜翻起 打开钓杆箱 拿出船杆 阿旺也在准备杆子 林浩帮着一起弄好 两人正打算出去 叶总他们也回来拿杆子 你们先去 不用等我们 两人来到钓位 林浩一边绑着钓组一边叫阿旺 等到把钓组弄好 叶总他们已经来了 螃蟹 八爪鱼有没有要的 我要 给我们这也来一些 螃蟹和八爪鱼是博士般的 今天的浪好像不大 船也相对静止 所以还是便于底调的 阿浩 用八爪和螃蟹好一点 谢谢刘总 我先用吃仔试试 钓不上来再用拿鞋 刘总又扭头跟阿旺说了一句 让他用自己拿别客气 终于了 有人终于了 林浩的钩子还没入水 就听到船头的位置有人惊呼出来 林浩之所以下竿的动作慢了 一方面他要帮着阿旺弄线组 另一方面 他也抽空打开了系统面吧 想看看今天的幸运值 估计也知道他这次出了深海 所以第一天就有八十一点的幸运值 卧槽 团带电源 乾坤嘀咕了一句 又对林浩道 线带了吗 直接插上船用电源 这样就不担心没电了 我带了 把线放到位置 接下来就只能是等了 毕竟大部分食肉性的海鱼 都更喜欢攻击活动的目标 还有半小时天应该就能亮了 乾坤边说边将自己的钩子放入海中 下一刻就见林浩的钢子开始抖动起来 中了 差不多吧 不过应该不大 哈哈 我们也中鱼了 刘总也是一脸大喜 此话一出 不远处的几人全部投来了目光 阿浩 你的泄力是不是调得太紧了 没事 这鲑鱼不大 此刻船头那尾鱼也上来了 是一尾十多斤的青斑 算是开门红了 林浩也收了七八分钟的线 旁边的人都开始猜是什么鱼了 芝麻斑 看着像是青斑吧 我怎么感觉像油斑 几人看得不真切 林浩同样看不真切 心中稍稍有些失望 老猫又拿着长柄钩子过来 没一会鱼就上到甲板 呦 亮仔人亮 钓的鱼也亮 恭喜 林浩笑着道了线 苏鼠班学名叫珊瑚石斑鱼 又称黑骨麻鱼 头部集体侧褐色智灰绿色 头部 体侧几个棋散布着小鱼瞳孔的黑斑 背棋击步后半步聚三个黑斑 第一个斑最大且明显 七尾棋成员形状 我也是第一次见 原来苏鼠班长这样 刘总也细细打亮了眼 我吃过一回 活得还真第一次见 老猫 现在价格过两百了吧 差不多吧 具体的也看卖给谁 乾坤大笑着在林浩后背拍了一下 好小子 运气果然好 昨天的鬼头刀家这尾鱼 你的票钱就回来了 大家发财 眼前的几人是真心为他高兴的 林浩对着露出一嘴白牙的阿旺点点头 突然瞄到了他的肝子 卧槽 中鱼了 你收线啊 小阿旺也中了 乖乖 运气也好 咱四个老家伙得加油了 别被小年轻给抄了 你老 我可不老 我就比阿浩大一嘴 叶总说完 没忍住自己当先哈哈大笑起来 阿旺的运气不错 掉的是一尾近十斤重的油斑 阿浩 我也钓到大鱼了 阿旺拎着鱼对着它 林浩哪还不明白咋回事 对着咔嚓就是一张 加油 争取把你花掉的两头猫牛 也给转上来 嗯 卧槽 阿浩别聊天了 你又中鱼了 阿浩 你这什么运气 哈哈 阿浩刚刚肯定上完厕所没洗手 童子尿很厉害 林浩翻了个白眼 这尾鱼应该比之前的大 从垫脚的声音多少能有些判断 他正在收线 另一边叶总又中鱼了 哈哈 我也中了 感觉不小 林浩的鱼最先上来 居然又换了一个品种 东兴斑 我天 东兴斑 老猫过来帮着勾鱼 看了眼发现又是林浩 他也愕然道 亮仔运气真好 目前为止你可是遥遥领先 林浩笑了笑 也细看起这尾鱼来 十斤左右 色泽鲜艳 浑身上下红色与黄色相交 身上还装点着白色的细小单纹 看上去就像是天上星辰散落期间 旁边叶总的鱼也上来了 鱼更漂亮 是一尾红瓜子斑 个头不大 大概有个四五斤 刘总中的是一尾十二三斤的刘斑 乾坤中的鱼最小 只有三斤多 但价值高 因为是红斑 阿浩 你的中鱼了 看你自己的 你的也中了 嗯 哦 也中了 随即又哈哈大笑起来 第二条 我中第二条了 老猫见两人又中了 面上也微微带着金色 摇头探道 刘总 你们的钓位可不算最好的 但你们现在可是全传最旺的 没地方有你们这种的鱼多 哈哈 也不看看我们这组合 两个童子在这 火力猛 铁定旺啊 几人哈哈大笑 林浩他的鱼也要出水了 杨干先把鱿鱼龙给拿上来 老猫再度用钩子将鱼给钩了上来 我天 老鼠斑 老鼠斑虽然没红斑值钱 但也相差不了多少 更关键的是 这鱼鱼大呀 塞林姆 这老鼠斑咋这么大 老鼠斑也有大的 我见过二十多斤的 但像晾载钓的这一尾个头 确实是很少见了 老猫仔细打量了一眼林浩 这小子运气没谁了 而船上 至少还有一半的人没有开湖 林浩也不清楚 是不是因为几人离自己近 来到船上 林平忙着去打兵 昨晚已经和老罗约好了 这次他们还是打算去淡水岛过一夜 这么远 林安国皱着眉头道 现在都开了近两个半小时 还是没有停船的打算 爹 还要半个小时左右 快乐 不一会就来到淡水岛的水域 林平开始下网 网下完之后 林平又带着几人去下岩绳钓 才九点多 钩子至少要到下午三点左右再收 网最好等到五六点钟 等到将岩绳钓也下完 林安国抬手看了一眼船上挂的时间 平时闲的时候 你们都干啥 钓鱼 林安国叹了口气 一个个跟着阿浩好的一点没学到 全学了那小子的坏毛病 爹 你用鱼杆 林安国接过老大递过来的鱼杆 开始挂耳垂掉 结果发现大儿子拿出三根手丝线 每一根挂上耳之后 就拴在船船把钩扔水里 你这样钓鱼不成 鱼要动 林副话音刚落 林平就种鱼了 钓上来的是大石九弓 结果这一根线的鱼杆解完 另一根线又种鱼了 见此阿成跟阿和两人极有默契的放下杆子 一个人帮忙挂 一个人解鱼 林安国眼珠子都快突出来了 马的 这也行 自己钓了这么久 一点动静也没有 爹 这里的十九弓不吃钓杆的 只吃手撕的 放屁 十九弓成精了 在水里还能分清哪个是钓杆 哪个是手撕线呢 他不信 但线是很快就给他上了一课 老大那依旧忙不过来 而他的杆子依旧无余问津 那个老大 你用钓杆 我用手撕钓一会 说吧 便把林平挤到了一边 果然 立刻就享受到了拉鱼的快点 这一钓就钓到了近十二点 鱼口才渐渐没了 阿平 大概钓了多少 爹 有四五十斤了 咱钓得个头大 按上次东哥给的价格 估摸着能卖小两千呢 算是把这一趟的邮费 和人工啥的全保住了 林安国有些恍神 这就有四五十斤鱼货了 这就收入两千了 这年头 买卖越来越好干了呀 阿陈 我来杀几条十九宫 中午用那玩意打个汤 味道好 林平听自己老子的话 终于知道自己老弟的毛病随谁了 卧槽 林叔 老罗他们来了 饭后 阿和奇葩地将自己衣服掀开 露出白白的肚皮 然后便往甲板上一躺 老罗他们的船绕了过来 滞留了一个小时 编好晚上忙完一起喝酒 这才又接着去作业 看看 那才是真正的渔民 林叔 老罗他们每次都没有 我们船收得多 阿和很不合适宜地来了一句 好吧 他无言以对 白猫黑猫 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甭管咋作业 有余货能赚钱才是王道啊 歇够了 走吧 先去收一波岩神钓 林平开船来到位置 林安国自告奋勇来收 阿和帮着挂钩 岩神钓收完后 但收获同样不错 有一尾两斤多的大黄鱼和一尾十斤左右的油斑 看了一眼时间已经五点 差不多可以起网了 上次你们来这补的是小八皮鱼 嗯 上次补了一千多斤的小八皮鱼 希望这次也有好运气吧 林平让阿和来控船 想了想再度对老爹道 爹 要不你来收网 我跟阿尘解鱼 阿尘会收布 让他来收 我俩来解动作快些 那也行 阿尘也收过网 自然了解流程 手持钩子等传到了位置 便快速的伸多把扶球勾了上来 又 又是小八皮鱼 嗯 不错 好鱼来着 林安国解鱼 动作比林平还要麻溜血 不过好景不长 也就网头连中了鸡尾 接下来也还有 但就比较稀了 爹 这次少了很多 还行 如果就这样 网全部收上来 也得中个大几十斤 值个几千块了 全传除了他 面上都带着一丝失望 毕竟吃过见过 再结合现在的情况 确实是兴奋不起来 阿平哥 大乌贼 阿尘大叫了一声 林平也看到了 面上没啥表情变化 不过下一刻他就不淡定了 因为拉上来的居然都是乌贼 而且也越来越密 个头都不小 平均一个得有两三斤的样子 爹 乌贼群 不对啊 这时间应该没到吧 乌贼的训期一般是一月份啊 还没到日子呢 咋就有这么多 林安国倒是眉头微皱 有些不解的嘀咕起来 心中这么想 手上没停 爹 越来越大了 嗯 我刚看到一只有近十斤了 今天运气好 林安国也忍不住露出了笑意 这就让得余情保持下去 估计就能收个一千多斤 墨鱼这玩意圆滚滚的 非常打衬 看着不大的一只就有两三斤重 阿平有多少了 一千多斤了爹 两万块肯定值了 林安国叹了口气 想到自己以前 哎 不堪挥手 爹 网放南边吧 以前我跟阿浩就放那边 行吧 你来开船 我放网吧 林平他们的网刚放下回到原位 正准备做晚饭 就见老罗的船靠了过来 大国 这一网收获怎么样 大五 你的呢 还不错 收了不少的乌贼 有十多年 没见过乌贼的训期了 没成想今天碰着了 还提早这么多 嗯 我们也收了一些 过来喝酒 吃饱饭后 林平见大家都躺下之后 他抽了张席子睡到了船头 不时起身看一眼海面 平哥 没动静吧 没 估计今晚是不会有鱼群了 不一会 阿成也来了 阿平哥 要不咱三排个班 一人看一会 万一有呢 不用了 鱼群不是那么好碰的 都好好睡吧 林平让两人去休息 但他还是睡不着 不时的抬头看一眼水面 似乎听到了海面有动静 看了一眼海面 只见青白色一片的鱼 漂浮在海面上 他浑身一击灵 快速起身跑到船舱就拿往 阿平哥 你怎么 阿成听到动静揉了揉眼睛 猛的起身跟着来到船头 眼前的一幕也让他呆立当场 阿平哥 看着好像都死了 阿成很震惊 他没见过海面上 居然漂浮的都是死鱼 这情形太壮观了 哼 乌贼产卵时会消耗大量的体力 所以产完乱没多久就会死亡 别管了 阿成 你去拿抄网 对了 把阿和跟我爹叫起来 阿和起来得很快 看到这情形 表情比阿成刚刚也好不到哪去 林平的抛网已经入水 阿成也在用抄网捞 林安国起身来到船头 看了一眼海面上的情况 他也激动起来 还真是讯期提前来了 不知道近一点的海面有没有 快点捞 发现船头站四人有些多余 他又心思一动 阿和 我记着船上有头灯 拿上蛇皮带 咱爷俩到贪图去捡 贪图肯定也有不少 好的 林叔 两人还没走 林平的第一网就上来了 有些沉 阿和还帮着拉了一把 用卷阳机吧 林安国把头灯带好 下船前 还是对着另一边的船喊了一声 大五 起来捡鱼 连叫了两声 没一会 那边船上的灯也全部亮了 两兄弟阵阵的惊呼声传来 但他们没有抛网 只有拖网 只能一人拿一个抄网 开始站在船头打捞 忙碌的时间过得很快 林平跟阿诚两人轮换着用抄网 不消多长时间 就把附近的给一网打进来 罗叔 把船剪开 咱一人一边 行 我往北 好 我们往南 两边确定好后 把绳子剪了 几乎同时摇响机子 开始分别往两边缓慢行驶 林平的船也没怎么动 因为前面又发现了一片 林平跟阿诚再度忙碌起来 船靠着惯例前行 两人则不停地捞着 一直到了夜里两三点钟 阿评哥 几乎没了 嗯 你卸一会吧 我再看看 林平说爸还扭头看了一眼时间 已经四点 不知不觉 也捞了有近五个小时 他的腰也有些酸 阿诚直起腰 结果看到远处一道光线在闪烁着 阿评哥 好像是明叔在叫我们 林平扭头也看到了光 便跳上驾驶台 转了一个大弯再度 靠到之前他们船停靠的位置 船刚停稳 阿和就扛着一个蛇皮带回来 阿诚伸手帮忙接上船 我爹呢 平哥 捡的太多了 蛇皮带装不下 林叔在那看着 我回来拿筐子 阿诚拿起两个筐子 也跳下船跟着一起过去了 又装了三筐半 才将两人捡的给全部运回来 林安国也随在身后回来 船上捞了多少 大概有个千来斤的样子 不错 岛上我们捡的差不多也有两三百斤 一晚上没有白折腾 爹 你躺下不会叫吧 我们天亮再收网 林安国看了一眼时间 都睡一会 不睡不行 七点钟开始作业 眼神掉等收完网再收 到时就不放了 这次都安生的躺下 是真累了 林安国躺下才感觉到了腰部舒服 看了口气岁月不饶人了 随即又嘀咕了起来 才找那小子要五百块 总感觉亏了 林平听到了 无声的笑了笑 老罗的船也没有再靠过来 估计还没休息再捞呢 到了码头近七点钟 两条船都补了不少的乌贼 自然引得一阵的轰动 几人累的不行 就连林安国都不想和这些人多说话 加快进度开始泄火 大哥 今天发大财了 这么多乌贼不得卖个万八千的 你什么眼神 万八千 你的钱真值钱 都拉两三轮车了 不得两三千斤啊 至少能值五六万了 林安国向着说话的人笑了笑 随即看向林海东也摆上了脸色 什么眼神 万八千 这么点 老子需要亲自跑一趟吗 大哥 二鹏船都买好了 明天就跟着你们一起了 你这当大伯的多待待他 林安国眉头微皱 想了想点头 行吧 明天五点 镇码头让他跟着吧 我们明天可是从镇码头出花 不从村里走 林安国让林平他们先去卖货 他留下来应付林海东 我们的船就停在这边上 林海东一直远处 是一刚买的船停在那里 鞭炮放了没 昨天回来师就放了 我不知道 等一下买挂鞭给补杀 地方我带着你们去 但有没有我可不敢说 陶海就是看老天爷赏不赏饭 今天有明天没得很正常 你们不是每次都是收获很多吗 这谁说的准 空的时候也有 只是你没看到 要不你们自己玩 海货再拿这谁说的准 林安国说完 便迈步来到了阿晨面前 不想再理这两父子 阿晨一直在码头等林安国 见他们聊完了 这才到 说 阿平哥让我等你 林安国笑着在他的肩头轻拍了拍 走吧 我们回收购站 来到收购站 老罗的账差不多算完了 这老小子发了财 这一趟又赚了三万多 他已经笑得哈布隆嘴了 大国 我先走了 大五 晚上忙完来一趟我家 我有事和你商量 好 晚一点我过去 打了个招呼后 林安国也没去后院看货 跟臣妇两人就坐在前厅喝茶吹牛 碰到了乌贼的训期 也怪了 今年的训期怎么这么早 提前了有近一个月吧 乌贼的训期停了十多年 鬼知道咋回事 你这身子骨还扛得住不 林安国笑了笑 大秦 再干十五年没啥问题 没办法 谁让老子生了一个爱玩的崽子 自家有船不顾 跟着别人的船出海 说出去都是笑话 哈哈 大国呀 阿豪想得远 你以为那艘25米的船 就是他终点了 等着吧 远洋船的迟早会买的 正聊着 林平那边跟陈东的账也算好了 他手里拿着六万多块钱 愣是半天不知道该塞哪里 给你东哥 账等阿豪回来跟你东哥算就行了 你拿着也是个累赘 没在管儿子 林安国起身对陈妇道 先回了 不出海再来和你好好聊聊 大国 明天一早 肯定不少船跟着你们 毕竟乌贼的讯息 跟你们偶尔碰到的鱼群不一样 这一捞可就是近一个月都有 码头看到的人不少 肯定会打主意的 知道了 林平把钱递还给陈东才想起 今天阿诚的提成还没付 回头发现阿诚正跟阿和两人 头抵着头不知在嘀咕着什么 你俩说什么呢 阿诚 你的提成 也等你阿豪哥回来算完账一起给你 我没事 谢谢阿评哥 你辛苦赚的谢什么 早点回去休息 明天一早还得出海 叮嘱了一句这才跨上三轮车 阿和给阿诚使了一个眼色 也跟着跳上三轮车 三人往家打 来到家里 见几人都空着手 夏荣和老太太心中都有些担心 咋回事 两天一分钱收成没有 收入不少 账跟收购占没结 等着阿豪回来算 先吃饭先回去休息吧 两人这才放下心 倒不是担心收入多少 就是怕船再出事了 没一会 老罗就来了 定个章程 讯期来了 我不管其他地方有没有 但那个地方不能有第三艘船知道 老罗连连点头 那是快财地啊 大国你放心 我连我老婆都没说 况且我说了 他也不知道方位 嗯 但明天跟着咱的肯定比较多 我想的是 明天咱照常一起走 先不去那个岛 如果跟的人多 我们就带他们转个半天一天的 你多打点柴油 他们就算再跟着 到傍晚总归是要回的 我们傍晚过去 大不了在那边歇两夜 行 那就听你的 第二天清早 刚出码头就有三艘船 跟在他们身后 到了虾谷岛附近 老罗的船也在周围 老罗见他们的船来了 索性把船靠过去 大国真被你猜中了 乖乖都跟着了 他们想跟着就跟 这样 你往南开 我往西开 先耗好他们的柴油再说 谁先脱离 就在去淡水岛中间路过的小岛等候 林安国这么安排 目的就是告诉老罗 即便是自己先摆脱 也不会提前去捕捞 会等着他一起 听你的 我一早打了五桶柴油 哈哈 陪他们玩玩 要是以前 老罗可没这底气 烧的柴油能让他肉疼 但这几次去了淡水岛 家一起挣了也有十万 千八百的柴油钱 虽然还是心疼 但相较要把岛暴露给他人 哪边轻哪边重 他还是拎得轻的 一轮明月挂在上空 没有一丝云彩 林昊看着月亮 很想来一句 海上升明月 天涯共此时 明天是十五 要是没雨的话 月亮会更好看 乾坤也站在身边 共赏起一轮明月 走吧 叶总留了两尾鱼 叫厨房加工一下 咱喝一杯 刘总在两人的肩头 各自拍了一下 说完便当先提着东西进了仓 林昊打开系统发现 新的一天幸运值居然有八十九点 接着看的是功勋值 功勋值从原先的七千多 又回到了九千 卧槽 快一点 发现金枪鱼群 带上拨扒和放流杆 林昊很惊讶地看着海面 用肉眼这一会 都能看到金枪鱼群的身影 七只人也都拿好东西 快跑了过来 我叫昊 一次四个昊 听我安排 还好我们的昊靠前一点 我还是自己钓吧 不想拍昊 鱼在上层面 你这样不一定钓得到 有人见他开始挂了 还是善意地提醒了一句 他可是咱船上目前的状元 救赎他钓得多 用你为他操心 我没带波爬干 又不想拍昊 所以试试吧 林昊还是笑着解释了一句 然后又对老猫问道 摩哥 这里水深多少 二百一十米左右 算是比较深的 听到这么深的水 林昊就打算钓个一百六十米的深度 老猫也才注意到他在下底干 有些愕然 并没有多问 老猫也再度叫号 让钓过鱼的仙道一边休息 和钓过鱼的仙道一边